曾清华曾是宁乡县畜牧局的一名公职里员 2006年6月 一场灾难造成当地大量生猪死亡 他去养殖户家搞防疫时 却从这场灾难中意外发现了一个伤机 但是我想的就是我一定把这个产业 我觉得可以做一款试验出来 觉得可以做起来 他的财富发现却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笑柄 以至于研究生毕业的他被人称为猛子 意思是头脑一根筋 2012年3月 他的生猪上市 他激动地发现自己找到了财富爆发的捷径 我们当时车子来一下 我一天可以买到80套具 可五个月后 梦想回到了现实 曾清华如何从别人眼中的猛子成为创业精英 他又如何用三年时间实现通围的呢 欢迎收看史福京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来自湖南省宁乡县的曾清华 父母给他起名的时候用的是清华大学的谐音 后来他真的就上了大学 而且还读了研究生 但是2011年曾清华回乡创业 却被当地人叫做猛子 猛子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脑子一根筋 头脑不灵活 别也纳闷了 为什么学业优秀的曾清华 会被人叫做猛子呢 而他又是如何三年时间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呢 今天这里有一场特殊的比赛 而选手就是这种背黑肚白的宁香花猪 加油 比赛规则很简单 人敢猪 谁的花猪最先跑到终点 谁就胜利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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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ing to hor 我apse 这是 这个 老大一 助 要过 西 墨 这边已经到了终点 可这只小猪还没走到一半 这可难坏了这对父子 还有可能是一个呢 快点咯 我们要去拿 我们南部的冠军了 快点 快点 加油 加油 在加油声中 这头小猪终于慢慢悠悠地挪向了终点 那感觉怎么样 很爽 虽然我没参加 但是我觉得蛮搞笑的 之前有见过花猪吗 没见过 在电视上面见过 有见过花猪吗 好像没见过 觉得它长得怎么样啊 很可爱 很可爱啊 今天这些来自长沙城里的爸爸妈妈 带着宝贝专门来到猪场 和小花猪一起过六一 这场活动的组织者就是曾庆华 没想到这个圈子这么猪爆 我就是想这个腾骨这次活的呢 把船里面的小朋友跟家族们请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呢 跟猪请进 让他们呢 更多的了解您像花猪 曾庆华是当地的养猪大夫 用花猪做选手拉人气 这样的宣传活动在当地还是新鲜事 可是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村民对它的评价 却勾起了记者的好奇 这样的风言风语 从曾庆华回家养猪的那一天起 他每天都在经历 因为他要养猪 家里也闹得沸沸扬扬 曾庆华一度是宁乡县里的话题人物 他曾是县畜牧局的一名工职人员 2007年 他辞去工职考了研究生 苦读三年毕了业 他去选择回家养猪 然而创业一年半 他就遭遇破产 谁都没有想到 一年后 他不仅让企业年销售额达到400多万 还带动了45个养殖户 跟自己一起养猪 那么曾庆华为什么辞去工职 读了硕士还要养猪呢 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的呢 曾庆华就是大龙村人 他家曾在村里穷出了名 2001年 他从湖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毕业后 曾跟人合伙在江苏淮汉开了家饲料厂 四年攒下了一百七八十万 到了2005年 饲料行业竞争越来越大 他决定退掉了饲料厂的股份 回到宁香 回来之后 他顺从父母的心愿 考上了县畜牧局带事业编制的工作 2006年 一场席卷全国生猪行业的灾难 他竟意外发现一个极具诱惑的商机 2006年3月 严重的猪疫情爆发 大批生猪死亡 养猪户损失惨重 当时曾清华每天都要去养殖户家里搞防疫 他发现白猪损失很大 但当地品种年香花猪却很少受到影响 这让他很好奇 有了这个意外发现 曾清华开始留意花猪的市场行情 除了在网上查资料 他跑到长沙市里一看 花猪肉已经成了很多香菜高档酒店的招牌菜 严香花猪吧 我是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而且我们的资源又是比较倒退 就是严香这个地方生产 我觉得这个里面肯定这个里面就是商机 曾清华觉得良好的市场行情 加上严香当地特有的品种肯定可以挣钱 他当时就想辞职去养花猪 可家里人一听 披头盖脸把他骂了一通 家人想不通 曾清华怎么会想要放下公职去养猪呢 其实那时候我真没想过什么当官之类的 但是也是考干务员的话 那个时候我自己找不住理由 也只是说父母亲他有这个那个 我完全没个心愿一样的 但是始终的话也不是在我自己的这点线上跑 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曾清华坚信这是个商机 然而朋友们都纷纷劝他 劝的还很有道理 他的售肉率那么低 而且现在是一个以消费瘦肉的年代 严香花猪不到40%的瘦肉 怎么样把肥肉卖出去 我们当时也给他提过很多意见 也劝过他不要从事这个行业 市场上常见的瘦肉行猪 瘦肉率能达到6-70% 可宁香花猪还不到40% 曾清华觉得这还真是个问题 他一琢磨自己既不懂养殖 也没找好销路 更何况家里人这么反对 这事确实着急不得 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 2006年11月 距离考研只剩下最后两个月 他决定辞去公职去考研究生 家人觉得读研究生 能谋个更好的职位都十分赞成 连续两个月 他几乎每天都只睡两三个小时 没有人知道他考研背后的秘密 2007年9月 曾清华如愿考上了 湖南农业大学预防兽医专业 在学校里 他一边学习专业技术 一边到处调查花猪的市场 我就慢慢的通过市场调查 到底我这个主要的话 别人的就是可能学的花钱 我人忙了几十万钱 别人能不能够接受 我就是高等客户能不能够接受 我就慢慢的做一些市场调查 然后也跑了一些酒店 跑了一些客户 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是 他们都愿意接受 只有你这个等级 确实是好等级 2010年4月 临近毕业 曾清华决定 用研究生所学的中草药预防办法 先试养一批猪 他想到了自己的姐夫 姐夫是村里的医生 平时养点猪 可一听曾清华要养的是花猪 姐夫一口拒绝了 养那个花猪 我说那个不好养 一个是不好养 这个是不好骂 不管曾清华怎么说 姐夫始终不答应 一级之下 曾清华索性买了八十头猪 直接拉到了姐夫家里 2011年初 释养的八十头猪非常成功 曾清华还从市场上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销售办法 养殖销售都不愁了 曾清华觉得是时候跟家里人摊牌了 家人这时候才知道 曾清华读研究生竟然是为了养猪 曾清华读研究生还要回来养猪 这事在村里迅速传开了 很多人都死底下叫曾清华猛子 还有人笑他是傻子 一些疯言风语让妻子听得憋了一肚子气 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很悲惨 对他们心目中觉得你这个人是没有出息了 没有碰碰碰了 就很悲惨了 你看你嫁了个这样的人 多说这么多数还只能回去养猪啊 2011年5月 曾清华投入了150多万元 新建了四栋猪篮 养了800多头花猪 建猪厂那几个月 他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干 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他坚信等到自己成功那天 家人就一定会理解自己了 白天他跟工人们一起干活 到了晚上他就一个人睡在猪场里 晚上方圆两公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猪场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为了给自己壮胆 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刀 然而不久之后 一次意外的发生 让家里人再也不反对他养猪了 2011年7月的一天傍晚 曾清华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 他突然觉得脑子有些发晕 他起身没走几步 就觉得脚一软 眼前一黑 一头栽了下去 当时没有指针 发现是一下子才有指针 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地方都是水 然后地下有水 可是这个地方有点痛 额头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 从此以后 家人再也不反对他养猪了 他竟然付出了这么多 全心全意的投入了 我应该去更多的去关心他 去理解他 去支持他 他 他想做什么事情 就一定要承肯 一定要拼命 我说已经没办法了 不要说他养了算了 2011年10月 附近一二十户村民 看到曾清华 敢搞这么大的规模养花猪 也觉得能挣钱 他们提出想买点猪苗 跟曾清华一起养 曾清华觉得 按照自己的销售办法 不仅卖这点花猪不成问题 他还要更快地扩大规模 2011年底 他成立了合作社 自己当上了合作社理事长 那么曾清华 到底想到什么销售办法 他的财富计划 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曾清华告诉记者 这里方圆四公里 有12个高档小区 2012年3月 他的专卖店 就开在这条马路的对面 大的我们的设想 如果说我们把这几个大的小猪 缩下来 大概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人 如果他们真正吃肉的话 吃我们年轻花猪肉的话 那我们的量肯定不小 至少一天也得十大以上 曾清华琢磨着 花猪十个月出篮 瘦肉率又低 一定得找高端市场销售 他用手上的20多万元 开了一家类似这样的专卖店 开店之后 他还推出了一项特别的服务 免费送货上门 哪怕您只买二两肉 他预计资金运转起来 一年就能开八家连锁店 我们当时推出了一下 我这场是我一天可以忙到八十条鸡 这个肯定是可以常干的 因为我就相信 因为为什么一个年轻花猪的品质好 然后我们跟他一系列的一些服务 包括身后上门 这项服务一推出 果然很火爆 一到中午和晚上饭点的两三个小时 曾清华眼瞅的电话响个不停 有一次就是我送货给一个客户之后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那天我送了大概有二十多个客户吧 感觉特别累 回到家就连早都不想洗了 直接上床就睡觉了 然而曾清华万万没想到 就是这项火爆的送货服务 不仅让专卖店五个月后就关了门 还把自己品牌的口碑也做砸了 我上次发这个地方 我当时心里都不是很那个 想到这个地方好像 怎么说呢 好像自己 你自己当初出事差缘了 那个筹备五年的计划 究竟遭遇了什么变故呢 专卖店开了没多久 曾清华就发现 事情有些不对头了 因为我们有这个服务吧 搞得我们身后的这个 两个货员也打不 基本上到最后 他们都不远来提供了 曾清华给四名送货员 配了电动车 可即使是最勤快的送货员 一天也只能送二十多家 招人吧成本太高 不招人服务又跟不上 更可怕的是 到了夏天天气一热 有时候肉在送货路上就变味了 就是因为送货不及时嘛 然后一个保鲜要求比较高嘛 每天长沙里面三四四十多度 四十多度是常有的事情 温度一高的话 肉就有可能不新鲜了 肉就不一样了 我当时我设想 我在年底的时候 我在长沙我就可能有八家卷卖店 但是现在情况不行了 现在情况我开始开第一个卷卖店 我就我就我就一天 我就是 这都制我的服务能力就是两套制 然后我又亏本 我还敢开包 送货不及时 肉质量还不好 专卖店的口碑越来越差 生意也越来越冷清 这里最差的时候就是 我们七八个人都坐在那里 没什么事做 但是猪肉放在那里的话 他一点一看着看着就不行了 到2012年8月 曾庆华五个月亏了二十多万 专卖店再也开不下去了 而更令他头疼的还在后面 他叫王小平 当初跟着曾兴华养花猪 听说他生意出了问题 他担心曾兴华不对线承诺 十多个养殖户就一起找上门 要他给个说法 年前曾庆华先卖掉了农户的两百多头猪 自己还有五百多头 拉到批发市场以普通白猪的价格建卖了 短短一年半 他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还欠下近十万元外债 曾经的希望 曾经的梦想 如今都成了昙花一现 可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然而接下来大家发现 曾庆华再也不管猪场的事 他变得不务正业起来 从2013年初开始 曾庆华每天都往长沙城里跑 大伙觉得 曾庆华的花猪生意 估计是做不下去了 他却突然像变了魔法似的 把卖不出去的猪肉 找到了新的销路 当时我们很多朋友说 他说你这每天往长沙跑 你到底干啥去了 我说我是找人聊天去 原来专卖店开不成功 曾庆华决定调整销售方向 他调查后发现 酒店有很大的消费市场 曾庆华想把肉卖进高档酒店 可是没有熟人 连主厨在哪都找不到 这时候他从酒店门口的保安身上 找到了突破口 酒店这一块 我必须要找我身后的这些保安 找他们聊天 我才能走进去 为什么一定要找他们呢 因为我只有谈过他们 留在里面我要找到这些人 曾庆华明白 要打开销路 第一步必须找到主厨 那段时间 他天天都去找保安聊天 这样顺藤摸瓜 最后终于成功找到了主厨 因为曾庆华的花猪肉品质好 因此受到了一些主厨的青睐 他的肉顺利进入了长沙的七家高档酒店 他这个年轻化之后 他本身他这个肉质 他比这个普通的这个肉啊 他就要味道要鲜美 要质地要嫩 顾客反应呢都比较好的 所以大部分店子都在用 尽管销售有了起色 可这一家家的推销 可把曾庆华累得够呛 如何打开更大的销路呢 一天 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 不仅让曾庆华的肉 月均销量比以前翻了一番 还让他成了远近文明的大红人 2014年3月 一首名为《宁香花珠好宝宝》的歌曲 在网上迅速窜红 俏皮的歌词 欢快的曲调 这首歌以来数万网友的围观转载 这首歌作词人之一 就是曾庆华 原来曾庆华在推销过程中发现 由于自己的品牌没有知名度 很多超市都不愿意要他的花珠 他想到把花珠的优点写成歌词 传到了网上 当时我真的没想到 我现在网上有几十万的点击力了 会上的火爆 随着这首歌的火爆 曾庆华的创业故事 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曾庆华出了名 他的品牌也有了知名度 今年上半年 企业销售额就突破了四百万元 2014年6月1号 记者来采访时 正赶上曾庆华推出新的宣传活动 赛珠会 曾庆华希望借助这样的活动 想更多的人宣传自己养的 银香花珠 我们创业的话 也不能盲目地去创业 我们一定要 对我们所创业的这个行业也了解 我们这个产业 是不是符合未来世上发展的需要 是不是符合未来社会的需要 这个很重要 这是你 第二个 一旦我们认准了 是吧 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思考 包括我们自己 我具备了哪些东西 我还要学习什么东西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一定也有思想的准备 如果困难 那我们什么也不要怕 就是越好就加巧 越啥就我们就可以了 一定有这样的思想 曾庆华为了养食花珠 前后准备了有五年的时间 老话讲 说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 也有人说 说商机稍纵即逝 而对于如何行动 曾庆华的创业故事 也许能够给您的答案 多一个注脚 好的各位 如果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敬请关注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和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 进行浏览查询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致富金的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内容 她是村民眼中蹦蹦跳跳 天真爱做梦的农家小女孩 可村民并不知道 这个小女孩 却为她们许下一个 长达十年的誓言 一定要改变她们的命运 不到两年时间 普通农家女孩 却把当地产业规模 扩大四十倍 带动五百多农库致富 成为远近闻名的财富女神 看周文 怎样由学生 变成财富女神 我去农家 最后有名的财富 我去农家